大家好,我是泡泡 今天讲解设置AT91空气玩P2非空 那么首先我讲一下那个用多线连接的方法 多线连接也就是PWM信号 1到6通道分别接载 P2的CH1到CH6 那么注意这边是信号线,白线在上 非空这边也是白线在下,下面低线 234用一个横的多级线,56用两根单的 那么接收机必须工作在PWM状态 也就是红灯亮的情况 再看遥控器设置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空余通道 设置 看一下版本,系统版本是1.5 机型设置,选择一个空余通道 比如4号吧 安卓1秒,CHX决认 好,看到没有4号 那么先退出选择机型 那么这里选择机型的话 选择机型要选择 多轴 好,多轴 安卓1秒,确认 进行表控器的默认值恢复 安卓1秒,确认 好,所有数据恢复出场设置 然后才能进入模型选择里面修改名字 要不然一恢复,你前面设置好 到这里,全都给你恢复掉了 比如选择P2 好,这样你退出的话 就能看到这是P2的模型4号 接下来要设置遥控器的几个开关 那么,它要求一个三档开关 一个两档开关 那么,三档开关我们设置在 这拆车变好了 我喜欢设置在左手的这个角落上 到时候飞的时候也拨就不行了 那么两档开关 比如设置在这个D开关 三档开关E开关 那如果起通道的话 可以选择另外一个 起通道在SBUS公社才行 好,进入开关设置 辅助通道 首先五通道进去以后 看到吧,默认是SWC给它改成SWE 接下来这三个 前三面各那个飞行模式 第一个改成为 自稳状态 第二个方式 改为简单 也就是无通模式 第三个改为定点 也就是GPS定点方式 数据暂时不要动 然后进行六通道的设置 比如六通道设置在SWD 那么也可以设置七通道 七通道 首先把它设置在SWF好了 这个工作在SBUS单线连接的时候才用到 好,这里就设置 开关设置完成 然后进入调查软件 首先给飞机上电 连接到USB线 到电脑 连接USB线到电脑 叮咚 然后打开 软件 打开软件之后 首先我们必须点击 那个左上角的链接 好,下面提示 飞空里链接 然后这时候读取一下 这是读取式飞行模式 在遥控器里面 再次读取一次 那如果不对的话 这里要选择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PWM工作方式 所以在这里选择一下 logo是SBUS 就选择下面 那么是PWM 选择以后它会自动保存 好 这是我们要做的什么 是遥控器效准 点击效准 然后开始效准 这个钻杆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点击OK开始钻杆 钻杆 然后切五通道开关 拨一下 六通道开关 启动到 在这里没用 效准完以后 点击 效准结束 那么所有要感动聚重 OK 出来一组数据 那么一通道的信号 最小值1234的 最小值1090 最大值1922左右 也就是最小值 必须小于1100 最大值 大于192 1900 五通道 六通道 好 接下来要小准 试制的就是 五通道 飞行模式 那么波五通道开关 就是 那个 我设置在SWE 波这个开关 看到打在中间 中间的时候 那么 飞行模式 五通飞行模式 有点偏差 那么怎么办 我们进入 遥控器的 中立位 效准 解锁 进入 遥控器中立 微调 设置 五通道的中立 进行 加减 然后转的时候 可以看到 这个五通模式 我们在 活动 转开 转到中间位置 好 这里提示 为40 确认 再波动 开关 五通道开关 看两边是否正确 GPS偏差 自问有偏差 两边不到头 那怎么办 进入 那个 多机 行程 效准 那么 就进行 五通道 进入 选择五通道的 效准 那么 拨开关 你看它会跑过来 跑过去 首先 效准一边 这边75% 把它加大 或者减小 你看 串的时候 同样 在这里 火快也会 跑 看 往那边跑了 要调回来 调到自问状态 好 刚好中间位置 然后设置另一边的时候 只要拨一下开关 它就自动 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同样那边 应该是100 好 确认 两边都是100 再看 波动五通道开关 分别为GPS 无头 无头 还有 自问状态 那我们拨 遥控器 同样 这里会显示 自问 简单 和 定点 方式 这样就设置完 五通道 那再看六通道 六通道拨开关的时候 看 左右 不在终点 少偏差了一点点 同样进入设置 多极形成 直接六通道 确认 也是 调整到 百分之一百 这时候 基本上在 我们有一百 九十 好 拨开关到另一侧 它同样会跑过来 这是另一侧 那转动 开数据 流通到 它在跑 也设置到 中间位置 打开关在 两边都在中间位置 那么看 现在数据 两边都是 百分之九十 确认 那么六通道 为百分之九十九十 不六通通开关 分别左右 这个是 切一键 自返 切一键 自返 也就是五通道 控制飞行模式 六通道 控制 那个 一键返航 七通道 在这个 PWM方式 是不工作的 所以在这里 设置也没用 好 接下来就是 关于 时空返航的设置 时空返航设置 首先要 把六通道 打在 返航状态 这就不动它了 然后 进入设置 把舵量 调到 百分 油门 推到 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 零的时候 中间位置 好 开中 然后进入舵 即行程 对五通道的 进行 效准 把开关 打到 GPS一侧 然后 设置 这个多量 转动 这个多量以后 开滑块 往 时空方向 移动 好 移到 时空方 中间就行了 数据在 好 记点 百分之五十 好 时空中间了 这时候看一下 数据是多少 百分之四十五 好 这两个开关 就不动它了 然后进入 时空保护 那么 一通道 时空 百分之零 二通道 时空 百分之零 三通道 注意了 按了以后 按住它 好 第十 百分之四十九 四通道 转过来 时空 零 五通道 同样 确认 移到 FS 按住它 这里输入 第十 百分之四十 六通道 FS 按住它 自动读取 开关的位置 信息 好 这样设置 完成以后 注意要把 多机行程 五通道 多机行程 设置回来 还记得 前面吗 是百分之 多少 百分之一百 好 这样推出 这就设置完成了 好 现在 U门 我们拉到 拉低一点 哦 看到没有 这里还要 摇 摇杆啊 摇杆 要注意 一通道 横滚 横滚 也是 负一 左右 打左的时候 再左 打右的时候 再右 这个是 同方向的 那么还有 方向 最下面 一个方向一样 打左 再左 打右 再右 也就是 两个杆子 打左的时候 最上面和最下面 两个滑块 都在 左侧 也就是横滚和 偏横 那 油门通道 必须打上的时候 是最大 打下的时候 最小 这个有点反了 抚养呢 要求打上的时候 是最小 拉下的时候 是最大 也就是 二通道 不想推上去 输主要是最小 拉下来 是最大 油门的要求呢 推上去以后 是最大 刚好和 负义相反 那么现在 明显 三通道 推上去 反而小 拉下来 反而大 说明这个 反向了 需要把油门通道 进行反向设置 进入设置 有一个多机 相位 然后进入 三通道 选择反向 按住它 好 反向 再次检查 油门最高 数据最大 油门最低 数据最小 生姜 抚养 也就是 最高 那么 最小 最低 最大 也就是 刚好两个板子 先反 两个打上的时候 一断小 这个是千万要记住的 否则的环境 推 时候 飞机回来了 好 前面 前面那个 开关 已经设置完成 打在正常状态 流通到 GPS 也是 流通到 飞行模式 也正常 比如打在 GPS模式 油门推点 然后这时候 我们关控 把遥控器关闭 可以看什么情况 因为刚刚前面 已经设置 时空保护了吧 关控 好 看到没有 自动启动返航 时空 油门到50% 开控 好 自动启动正常 和GPS 那么 关控以后 在 自 时空返航 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 那个 如果遥控信号 正常的话 你可以这时候 开控 然后把 GPS 这个 飞行模式 开关 切一下 那么就 获得了 飞行控制权 那么这时候 这时候 油门 别低于 50% 否则的话 你一开控 一切 油门太低的话 飞机直接就下来了 这就是 遥控器的 设置 方法 PWM 信号 再看 这接收机 工作在 那个 SBUS 方式 注意 连接的时候 操在 九通道 位置 这时候 由 九通道 输出 S-BUS 信号 注意 连接的时候 注意 外侧为 地线 内侧为 信号线 这个要注意了 不要操饭了 同样 接收机 注意这里 主控上面 RC这个插口 上面白色 下面黑色 接收机 必须工作在 S-BUS 也就是 把对码开关 按两下 指示灯为 蓝色 指示灯为蓝色 那就工作在 S-BUS状态了 那么遥控器 我们前面 设置好了 然后这里 再来 检查一下 是不是要 重新修改 打开软件 进行连接 点连接 让我们 插上 USB线 插上 插上USB线 好 顶咚 连上了 然后点连接 提示 被空翼连接 给下车 左刹车 已经提示 被空翼连接 然后 读取一下 好 能够读取出 现在飞行模式 然后再检查 遥控 读取 现在动摇空 其实没反应 因为没有选择 S-BUS 因为是单线连接 所以选择S-BUS 好 再我们切 五通道 GPS 五头 自吻 切六通道 正常飞行 和返航 这时候 你切七通道 看到没有 这里就可以 切换 什么 切换 飞行 手感 那么可以柔和一点 你要想 飞暴力一点 就开到 手动模式 那么 负一 升降 油门 方向 几个通道 都有反应 但是这里 要注意一点 PR 官方回复 说设置 时空返航 S-BUS方式 是不需要设置 时空返航的 关控也没用 关控了以后 它还是 在这个位置 开控 还是在这个位置 比如 我现在 打的GPS 正常飞行 那个 柔和模式 关闭 遥控 这时候 要是关闭 遥控 这里是 软件上 是看不到 那个启动 时空返航 其实它 已经会 自动 启动 时空返航的 这个 官方 是这样解释的 局地的话 要测试了 才知道 关于 AT9 设置方法 1PR 就介绍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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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